作曲 李宗盛 书间上文 天启皇帝在位七年一命呜呼 新竹登基 就是明朝第十六个皇帝崇祯帝 这崇祯叫朱有俭 很有雄心 很有作为 想要振兴打明 没事跑到太庙就去哭去 面对列祖列宗朱元璋 面对着永乐大帝哭 说祖宗何等英雄 倒是我被何等无能啊 望老祖宗保佑 我要振兴咱们大明 流传千秋万代 我要整顿朝纲 结果没有用 说迷信话 气数一尽 你再有能力 你这烂摊子 你驾驭不了了 咱们前文书说了 到了这会儿 全国的义军多如牛毛 大股小股 几百股 其中最厉害的 你只限的李自成 李闯王 再加上四川的张献忠 数万人马呀 老百姓特别拥护 迎闯王不纳粮 再加上天灾 这西北西南各地 一个雨点都不像 那地列的那缝 人都能掉进去 老百姓喝西北缝 跟着闯王 跟着张献忠 起码能吃饱饭 因此阵被一呼 万人响应越滚 帮头越大 越滚越大 西北西南早就动摇了 咱们再说满洲八七 诺尔哈治黄太极 八七军兵多厉害 新兴的势力 不断地骚扰长城 不断地引兵入关 劫略之后又退出去 就有山海关带着堵着 山海关要一丢 大明的江山 顷刻就得土崩瓦解 再加上内地 再加上东南沿海 没有太平的地方 满朝之中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贪官 就像击重难返 那人浑身都是病了 望里说心肝脾背肾 望外说 头脑四肢 从头顶到脚根 都是疮 都是病 你这大夫再有本事 你能治得了 治不了吧 崇真就是在这么个情况下 记得黄帝位 要不说他在位 才十六七年 闯王打进北京 他一看大势已去了 先把他家族都杀了 然后跑到梅山 飘死了 林飘死的时候 还写了封血书 揣到怀里头了 这封血书给李自成的 后来李自成 打进北京 发现了这封信 遗憾的意思说 我 你寡 你谢 分尸 什么的都可以 希望你爱惜大明的百姓啊 你手下留情 我死也明目了 李自成一看还挺受感动 算了 就这么没动他的尸体 装入棺果 埋在现在的明师三陵 等以后清兵进关 看了崇真的历史 也很受感动 也深表同情 重新给他修了陵墓 当然这是后话 咱们展现不提了 但是说现在 崇真继位 就好像新官上任三把火 首先整顿超纲 这中央不稳定了 也不行 大刀阔斧 手下有些人 一看星 星军很有魄力 对过去看不惯那些事 纷纷上折子 搞撞 奏明天子定夺 其中公布 有一位姓炎的叫炎济祖 官拜公布主事 对他这顶头上司无存大 恨之入虎 知道他是个大贪物 他有一伙的人 把持着公布 若干年来 贪污那银子有敌国之父 他作为下属太了解的 一宗宗一剑剑 都写到折子上 奏明冲真 同时福建的阎文 监察玉石 状告 余子老 领兵带队 打仗 损兵折将 藏着瞒着 不忘上报 贪生怕死之辈 我这家这折子 也到了北京 单说这位重真帝 自从继位之后 就在昭阳正宫 住了三晚上 而后 把他的卧室 迁到前清宫 就是一个人独居 从来不招姓妃子 不好色 不严久 专心致志 处理超纲 大事小事 亲自过问 这叫势必清宫啊 发现这折子 重真一看 气一下啪 把碗都摔碎了 两旁人下的是 抖一而战 可恶 该杀 马上降日 把公布上书 无存大 代不法罢 所有的家产 没收归关 他这三亲六故 凡是涉及本案的人 一律严惩 不待 这叫杀一敬百 无存大倒了没了 头一个挨勒勒 紧跟着寿珠连的 就这鱼子狗 重真管你那个 你丧尸 打了戴上 隐瞒不上报 你想干什么 立刻降旨 将鱼子狗 观之一路到底 包括他的下属在内 一律逮捕法办 投入刑部打捞 叫阳关异罪 那么后来呢 重真一生气 又降低二道之一 鱼子狗脑袋搬家了 绑到菜市口 把脑袋砍下来 当时还没砍 把鱼子狗棍 给撸了 往福建省 上上下下的棍 七十二名 全给撸 换新棍 尤其福建省的 巡抚 这植物是太主要的 重真地经过深思之后 亲自御批 叫西台御史 雄文彩 走马上任 到那会儿任 福建巡抚 另外主抓军事 雄文彩那是一品大员 皇上亲脸 临走的那天 到那儿彼此 重真地 亲自接见 一再冰明 阳海的事情 就托付亲家了 你要好自为之 妥为解决 谢主荣恩 雄文彩 这才领旨走马上任 到了福楼 那福楼的官员 七十多个都掉袋了 都从心更换的 知府知县 衙门里的渡政史 都换了 雄文彩也是提心吊胆 但是他是个忠臣 忠于冲真地 信说既然皇上欲比钦点 叫我坐镇 福建 我无论如何得报答军恩 我得详细了解了解 这块的民情 军情 匪情 官情 我都得了解透了 因此他到任之后 两个来月 没有大的动静 开始摸底 你不摸底 坐在心里没数能行吗 知己知彼 一百战不殆 他也学重真地 晚上不睡觉 不跟妻妾同事 光过一个人 批阅公文 福建作为一省 那事老了 他也是势必进宫 但是批着批着 他就皱眉 不管什么事 都能牵扯上正之龙 正之龙 正之龙 在他脑袋里 都有深刻的印象 心说看来福建 最大的事情 就是正之龙 这个问题要不解决了 其他的事 都解决不了 究竟正之龙 何许人也 他怎么这么大的气候 怎么解决 我得认真对待 来啊 大人 把泉州之府 寻海道 请到这来见我 是 那泉州 靠着海边 你要想了解情况 你得问泉州之府 他是地方官 还有这 还有这寻海道 旧管保卫海疆的 专门管 安静保民的 有事你得问他 现在这俩官都换了新官了 泉州之府 姓王 叫王游 寻海道 姓邓 叫邓良知 这俩官员是 闻风而到 寻府大人召唤 赶大哥 骑着快马 来到寻院衙门 下了马道 里边递手本 马上 受到召见 寻府大人 居中而坐呀 看了看他们 都来了啊 大人 我们奉命来到 雄文灿 扁了扁头 二位辛苦了 请坐 多谢大人 两个人坐着个鸡脚 挺着腰板坐下来 眼观鼻 鼻问口 口问心 等着回话 二位啊 有件事情 本愿向你们 询问 你们要 如实的 对当 试试 大人 你问吧 郑之龙 这人 你们听说了 两个人 站起来 回大人 太听说了 我们到任之后 就专门研究 郑之龙的事 那好 本愿也不例外啊 看来 郑之龙 是咱福建省的 心福大欢 此事不摆平 什么事情 也平复不了 二位你们说呢 是是 大人说的对 大人说的对 你们谁最了解 郑之龙 跟本愿讲讲 泉州之府 网游站起来 回寻复大人 卑职到任之后 详细翻阅了 有关郑之龙的历史 详细跟乡亲们 和知情人了解了 他的情况 据说此人 自幼生长在泉州府 他父亲 郑少祖 还在府衙里 做过酷吏 他也是关门之后 那么后来呢 此人 清文重武 学了一身 好武艺 听说他在家乡里头 好管不平 他父亲 怕他惹祸 把他送到广州 他舅舅家里 后来他舅舅 认识不少海外的人 在他十八岁那年 漂洋过海 东渡日本 在日本的平户岛 住了将近一年 还听说 跟日本的一个女子 叫田春 结为夫妻 等完以后 他又跟着 蒙兄 严思奇 杨天生等人 坐着船 到了台湾 占据了北港 说跟台湾土著人 打得火热 牢牢地扎下了根 再之后就靠着 抢劫卫生 沦为海盗 年头虽然不多 危害可不浅啊 官军望风披靡 全部是他的对手 故而发生了 屡败官军的事件 卑之所知就是这些 跟我掌握的 差不多少啊 听说郑之龙 有心接受招安 以后又反复了 有这种事吗 巡海盗 赶紧站起来 这位也是新来的 叫邓良芝 赶紧望上回话 回巡夫大人 这个卑之 也问了不少知情人 国有此事 为什么他反复呢 以卑之之间 不怪郑之龙 怪咱们当道处理不大 收了他的东西 结果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呢 郑之龙和他手下的弟兄 不满 才二四下海 可我们呢 也不问青红皂白 就派兵征酒 所以说 这个后来 于将军也打了败仗 就是这么个情况 哦 二位啊 你们二位 首当其冲 责任可重大 担子可够重的 据本院观察 现在有些事 我不太理解 沿海的老百姓 怕官 不怕道 这个你们听说了吗 这事情就奇怪了 官府本来是保护他们的 贼道本来是祸害他们的 他们反倒在心里头 跟强盗亲热 对官府不满 这是有备常理 这怎么解释 看来官府腐败无能 欺压百姓 故此老百姓有怨言 对官府不满 那郑之龙我听说 此人很会耍手腕 有恩于百姓 所以百姓才拥护他 二位啊 像这样事不可不重视 久而久之必然酿成大患 这不反其道而行之吗 因此朝廷要求你我 必须改变作风 身体力行 爱护百姓 关心百姓 福建才能太平 是 大人说的是 大人说的是 我看这样的 咱们还得灵活一些 是 郑之龙背叛朝廷 可杀不可溜 但是情又可原 所以我主张灵活运营 能招安则 继续招安 假如说 满足了郑之龙的要求 赏他个一官半职 他把兵交出来 把器械交出来 咱们海疆不也就安定了吗 跟做买们一样 讲买讲卖 咱们不算亏本呢 你们看招服如何呀 回大人 大人我们不敢说 其实我们心里想的跟您一样 招安为上 攻打为下呀 不瞒大人说 现在郑之龙很难对付 他的根在台湾北港 飘洋过海 咱又够不着 想端他的老窝 谈何容易 另外郑之龙 会点兵用将啊 神出鬼没 极难对付 咱要打他也打不了 所以说 招安为上啊 好 本院把二位请来 就为商量此事 既然二位没有疑 咱就定下来 就先招安 时和的时候 派专员去见郑之龙 看看他有哪些条件 大人 现成的人就有 谁啊 有一位老将军 叫卢玉英啊 卢玉英就是当年 被郑之龙俘虏 又给放回来的 郑之龙把心里的话 都跟他说了 他呢 想回来跟咱们说 可是前任的当道 听不进去 于是才发生以后 不愉快的事 卢玉英最了解 郑之龙了 如果派说客 联系这件事 非他莫属 哦 好啊 卢玉英现在何处 官职没了 一如到底 学职为民 现在听说 在一个亲戚家里的戴罪 不知将来做何处分 好好好 那就给他个立功的机会 马上派人 去把卢玉英找来建本院 干事 一声令下如山倒 卢玉英就在泉州呢 一个亲戚家里待着 现在什么也不是了 担了一身责任 等着戴罪 又等待处罚呢 听说了巡抚大人 召唤他 他灯灯灯 心里直跳啊 心说前任的巡抚姓朱 听说官职也入了 新巡抚姓熊 叫熊文彩 当初在经理的 是西台御史啊 倪贫大元 这回派到福建来了 可见朝廷对福建 何等的重视 听说这位新巡抚 也是大刀阔斧 雷厉风行 指名典姓叫我建的 可能要处理我吧 我就末日到了 很可能一句话 我就掉了脑袋了 爱怎么地怎么地 卢玉英 提心吊胆 骑着马 来到巡抚衙门 真不错 这都等着他 卢玉英近了就跪下 望上叩头 卑之 罪有千条 叩拜巡抚大人 免 老将军 平身 赐座 卢玉英 一看这形势 不像要处分我 还凭客气 多谢府院大人 有人搬了把椅子 他坐下来 偷扬光看 哦 泉州之府 巡海道 两位大人也在座 看那意思 没有敌意 他这心多少放弃点 雄文灿看了看 胡子眉毛都白了 卢老将军 卑之在 你啊 不必担心 你啊 把心放在肚子里 本院绝不伤害你 虽然你损兵 折将 情有可原啊 我们现在是灵活运用 本院决定 不责怪你 这个你尽管放心 哎呀 多谢巡夫大人 那巡夫大人 海外天子 他一句话 这事就算了了 能不高兴吗 卢玉英 又固执客头 起来起来起来 老将军呢 我准备叫你 顾安夫 原职 依然 镇守 金文 多谢大人 大人 你可是我们的恩人 哎 谈不到 谈不到 不过呢 有件事情 向你了解了解 当初你打败仗 叫郑之龙 抓了俘虏姑 有这事吗 有 郑之龙 在九夕宴前 都说了哪些 你认为他说的是 真的 是假的 你要如实的讲来 大人 郑之龙的人 不错 他是迫不得 以沦为海口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都含着眼泪 如果能把此人招安 真是天下 太平 我应该说是 那些人招安 这些人招安 都说了